這個酸酸的,是不是壞了? 我想兩樣東西,不如分開會好一點 比昨天有這麼多拐味的年糕 又到一連一度高點試伏大賽 今年的參賽者有四位 分別是一號選手,奶黃珍珠年糕 高底用上鹹蛋黃和奶黃混合而成 珍珠用木薯粉製作 二號選手,榴槤年糕 用上250g 泰國金枕頭榴槤 夠臭呀! 三號和四號選手,血炒味和番石榴味連糕 聲稱無額外,添加香精 以天然的血產溶和番石榴溶製成 今次找來同事一齊試食 看看這四位選手究竟是伏還是補 這樣看就像提子乾 但近看就像紅豆 有什麼味道 這個是巧克力嗎? 是咬奶黃味 但珍珠呢 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其實真的特地咬才可以 有,但如果整塊糕 其實跟沒有連糕差不多 搞這麼多東西都跟沒有連糕差不多 酸酸的 我覺得像壞了的紅棗連糕 血橙味和連糕不是很相配 如果你很喜歡吃橙的話 可能會很喜歡吃的 因為它真的有酸酸的感覺 我喜歡吃橙的,但我吃不出 好像說完有一點 我看過年糕都好像沒有那麼噁心 尤其是這顏色好像咖喱連糕 我吃的是什麼 榴槤 榴槤才會吃的榴槤 不敢恭偉 哦 榴槤味 不行了 我是喜歡吃榴槤的 但它這隻是 新加坡榴槤糖的味道 好人造那種榴槤味 喜歡吃榴槤的人 就不要喜歡吃榴槤糖 芒果 是蝦蝦 好難吃 好肥 這個 這個好像糖味 很香 吃完它好像有這麼假的番石榴香味 我覺得也有些假 也有些化學的感覺 生果味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吃糖會比較開心 吃年糕就有點怪 試伏大賽有結果 盆獲最佛知名的是 兩款生果味年糕 生果味和年糕不太合 我覺得 我想我會吃一口年糕 再自己吃生果 至於珍珠奶黃年糕 意外地評語都不錯 這個最不妨 因為奶黃是中式的東西 像中式的東西 珍珠聽起來好像很伏 但是完全吃不到珍珠 所以就當沒事發生過 反轉的煽動 日食七餐 有很甜的甜味 來到就要喝牛奶 這個是豬肉 泡菜雞煲 一人快閃首爾地圖 下雨下雪沒有又怕 去去武器走 留在室內玩餐飽 喂 還穿韓服 現在興興復古了 Let's change 深度推介 首爾復古遊 竹本線上版 只想去首爾 已經上架了 還有其他旅遊指南 都可以同步下載 還不快點上紙箱旅行網站 登記會員